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 花蓮施工所從4月11號開始啟動異地辦公機制 多項活動都暫停舉辦了 而這也是花蓮施工所即去年5月之後再度啟動異地辦公 花蓮近日來確診數據逐漸攀升 多名確診者的CT值也屬高感染危險群 且足跡大多集中在花蓮市區 為了避免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施工所特別從11號開始 相繼去年5月之後再度啟動異地辦公機制 多項活動也都選擇延期或暫停辦理 那在花蓮市工所的部分 我們因為最近花蓮市附近周遭的一個疫情比較嚴重 那短短的10天內也破了百億 那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必須要提高相關的警覺心 那我們再次也是把花蓮市工所 一個各個科室的部分分成兩個區塊來辦公 每科室都有部分的人到了其他辦公場域 去做相關的一個辦公情況 那再來就是我們活動中心在清明廉假之後 就把它做相關的關閉 包含了現老跟市老的一個活動場域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也要請所有的民眾多多擔待 因為畢竟還有很多的族群並沒有打得到疫苗 像孩子的部分 還有一部分老人家有體質上面的問題 也沒辦法施打疫苗 那我們請大家要互相彼此稍微忍耐一下 那等待疫情稍微趨緩的時候 我們也會訂定相關新的一個規範 讓所有來使用場館的人 有一個遵守的依據 市工所原定4月12號在浩克文化會館 辦理的童花小旅行故事地圖活動 將延到4月29號舉行 而4月23號原定在太平洋公園 北冰段舉辦的2022春天好時節 及世界月獨日活動 則是延期辦理 另外兒童圖書館在4月份的活動也都取消 在異地辦公的機制執行後 民眾到施工所洽工則限制在一樓 因此原本林貴申請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將開放線上申請 或可至一樓建設客臨時櫃台辦理 記者徐立芹 華聯氏報導 請您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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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您報道